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3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近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曝光一起 华人代购奢侈品的走私大案 多名华人在海关当场被捕 其同伙也在位于上海的家中被抓获 多栋豪宅遭突击搜查 这一查成果震惊所有人 以对上海小夫妻为首的九人代购团伙 自2016年开张以来 短短三年时间 走私了价值高达3.2亿元人民币的奢侈品 偷逃税款数千万元 每月盈利300万人民币 比上市公司赚得多多 而几名代购也在上海市中心 购买了多栋豪宅 开上了劳斯莱斯等顶级豪车 深圳海关机司局处长陈东兴愤怒地说 这个钱赚的都是国家的税款 他们有钱在上海买劳斯莱斯名车 带名表住豪宅 我们对这样走私偷逃国家税款的行为 一定要坚决打击 引爆这起巨额走私案的 是一名拖着6个行李箱 匆匆过海关的慌张大妈 深圳海关案发当晚 从香港开过来的当天 最后一列高铁下课后 海关准备清场 这时一名40多岁的华人大妈 引起了海关人员的注意 她一个人拖着6个行李箱 行色匆匆 显得非常着急 海关人员将其拦下进行例行检查 大妈表示 自己要换乘开往内地的高铁 很着急 得快点去赶车 正说着一名已经出关的女子 突然小跑着返回安警处 声称自己和正在接受检查的大妈 是一起的 想帮她先拿走一些行李 因为几只赶车 海关直接把大妈的6个行李箱 挨个推进X光扫描器 果不其然 图像异常 海关人员二话不说 直接开箱 箱子一开 刚才还一直念念有词赶车的华人大妈 瞬间噤声 奢侈品包包 高档服装 鲍鱼 燕窝 高地参 花椒 这哪里是行李箱 这简直就是百宝箱啊 面对铁证如山 华人大妈铁心着脸憋住一句 这都是我自己用的 然而大妈的说法根本禁不住海关盘问 如果是自己用的 小票在哪 大妈无法提供 随后海关在系统里一查 发现大妈有多次注入境记录 而且在其他海关有过违法的行为记录 华人大妈和自称是她同伴的女子双双被捕 以涉嫌走私移交祭祀部门处理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深圳海关祭祀部门对俩大妈一审问 了解到他们是受人雇佣 以蚂蚁搬家的方式 向境内携带走私奢侈品的水客 而他们带入境的商品最终都流向了伤害 一对年轻小夫妻的家中 经调查 深圳海关祭祀局锁定了上海市的刘某沈某夫妇 掌握了相关证据后 海关基司部门组织70名警力雷霆出击 同时在深圳和上海两地 对走私团伙实施抓捕 刘某沈某夫妇在位于上海的豪宅中 当场被警方请货 而这对小夫妻的家中 可以用金币辉煌来形容 一个超大的衣架上 挂满了巴黎世家 Burberry等奢侈品服饰 另一个货架上 整整齐齐地放着爱马仕 LV等名贵包包 地上的纸箱里摆放着 劳力士 伯爵等瑞士名表 以上这些还是警方叫得上名的牌子 豪宅的仓库里还堆放着 3000多件很多人不太熟悉的 国外轻车商品品牌 深圳海关基司局处长陈东兴介绍 夫妻俩很年轻 成立了一个代购公司 在互联网上做得非常大 他们有5部手机 主要通过微信账号 在互联网上来买卖 它有什么货也在上面显示 让你来挑货 刘某沈某以代购名义 在国内通过微信招揽客户 得到奢侈品订单后 安排人员在美国 意大利等地 采购这些商品 再将其运到公司在香港的仓库 随后通过多种方式 将各种奢侈品的走私入境 比如在国际快递上 违报品名 递报价格 通过雇佣水客 将商品藏在行李中的走私入境 随后再寄送到客户手中 由于走私团伙设置品的卖价相对较低 因此向他购买奢侈品的国内客户 络移不绝 据海关基司人员介绍 走私团伙账则显示 他们每个月销售盈利达300万元人民币 借由此案 深圳海关也对广大华人海外代购群体 发出了严正警告 帮别人代购很多的清车品 化妆品 手表 名牌包 首饰 明显知道自己是走私 是逃避关税的 如果你不间断 一次两次三次帮别人代 我们统计出来 税达到了10万块钱 这种行为触犯了法律是犯罪的 在这里我们也正式警告 从事国外代购的公民 希望你们遵纪守法不要触犯法律 还记得发生在去年的 华人代购被罚550万坐牢10年的案子吗 那是一则令所有代购胆寒的新闻 华人女子尤燕 因代购逃税 被罚款550万坐牢10年 累积多年的财富瞬间清空 人生从此颠覆 2013年 尤燕在淘宝开了一家 进口女装店的网店 这家网店售卖进口的高档服装 货源主要来自香港 为了进货 尤燕多年来频繁去往香港 从香港各大奢侈品门店购买服饰 通过快递邮寄 花钱雇人 人肉偷袋 自行人肉携带等方式 将这些服装带回中国 然后再在自己的网店上销售 赚取大额差价 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尤燕在香港刷卡购买 并走私静静的服饰 总金额达到人民币1154万元 偷逃税款达人民币300万元 一次郭海关被开箱检查后 尤燕的代购帝国被警方捣毁 2018年2月 广东法院作出判决 尤燕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罚款550万 让所有华人代购不寒而栗的尤燕案 而且只是逃税300万 而如今的上海小夫妻 逃税金额高达数千万 面临的后果恐怕更是毁灭性的 根据刑法2014年10号司法解释 单位犯走私普通货无罪 偷逃税额500万以上的 可以对主犯判处10年以上 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中国海关专业法律理师提醒代购从业者 很多人在被海关检查出超限额的商品后 企图以自用为借口逃避惩罚 但这招其实很容易被识破 只要海关人员进一步调查 比如看看你的手机 翻翻你的微信朋友圈 发现你做代购的蛛丝马迹 那么征税没税都是分分钟的事 而如果设计名贵商 比如手表 钻石 珠宝等 还可能当场被海关移送 祭祀局以刑事立案 自电商法实施以来 全国海关严查 每个人都要做好被开箱检查 老老实实交税的准备 所以各位海外华人 不论是代购 为亲友带礼物 还是自己从外国买东西回国 都如实申报 依法交税吧 风口浪尖 万物以身是法 BC省唯一的汽车保险公司 ICBC不仅是个保险公司 还是个疯狂的烧情机器 以及内部利益团体 新照播宣的谣情数和聚报盆 10月28日 ICBC发布了2018-19财年的服务报告 数据显示 ICBC年薪15万元以上的员工数目 几乎是两年前的两倍 而这还是民众抗议后 大幅降薪裁员的结果 2017-18财年 ICBC年薪15万以上的高薪员工 人数是省自由党执政期间的三倍 2018-19年的薪酬数据显示 ICBC公司年薪超过15万元的员工 这一年总共有93名 而在2017-18财年 这个数字更高达148人 2017-18财年 是BC省NDP上台执政的第一年 作为对此 之前的2016-17财年 ICBC年薪高于15万元以上的员工 只有47人 当时是省自由党执政 年薪20万以上高管的人数 也有类似的模式 2016年省自由党执政时只有11人 但NDP上任就猛增到32人 遭受批评后又降为21人 BC自由党省议员周豪杰表示 BC省民看到这些数字后 一定会气得气窍生烟 因为这种涨薪幅度 显然非常不合理 周豪杰说 今年我的车嫌保费又涨了 我以为这些钱是用来福威那些在车祸中受伤的人 没想到都给了本来收入就不肥的ICBC内部员工 关于高薪员工太多的问题 主管ICBC的BC省律政听长引答位反驳道 其实这件事去年已经赶上了很多 无论年薪是5万还是20万以上的员工 人数在2018-19财年都有明显的下降 这也是ICBC竭力削减开支的表现之一 ICBC在2018-19财年对高薪员工进行了大幅裁员 理论上应该降低的 至少在人力成本方面 但奇葩的是 这一年ICBC的支出明显上涨 在刚过去的财政年中 ICBC的赤字高达11.5亿 相当于每天亏损约280万 但这已经比一年前有所好转 2017-18年的亏损是每天350万 近日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拍摄了一部视频短片 一个应有ICBC名号的垃圾箱着火了 每一秒都在疯狂烧钱 早在2017年上任之初 尹大卫就愤怒批评说 ICBC简直是个烧钱机器 而加拿大纳税人联盟则指 ICBC给员工发放高额薪酬 相当于火上浇油 尹大卫说 我们在削减高薪管理人员的同时 也雇佣了许多一线普通员工 尤其是处理理赔事宜的员工 2016-18年3月 ICBC增聘了550名全职员工处理理赔事务 包括工商确认 索赔法律事务和欺诈案件调查 理赔员工的年薪是7.5万至10万加币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